阿狗阿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如果做的人又要风衣足食的话 就要学不吃 三 如果做的人要相貌庄严的话 就要学人如 四 如果做的人要精神康健的话 就要学精进 五 如果做的人要身心安定的话 就要学产业 六 如果做的人要聪明智慧的话 就要学般若 七 我们要做人要成佛 都不能离开这六种婆罗蜜 罗汉托空波 大象地音落的典故 说明了做人不失和持戒定重 福德与智慧 福德与智慧与双修的重要心 八 虽然真正要做成一个完全的人 那就非成补不可 其余的人都不能算是做到完全 然而 人臣即佛臣 我们先从做人开始 九 为什么要学佛 何谓学佛 能学者人 所学者佛 要知佛是什么 做佛又有什么好处 若名词里 乃可以言学 十 学佛分作三层来讲 一 为何要学佛 二 学佛有何好处 三 用何方法可以成佛 一 在未成佛以前 要教化众生 欲教化众生故 要射受众生 欲射受众生故 要有福治 若没有福治 只可教化一两人 但不能教化多数人 二 福治 即由射受众生而来 若射受众生 则当先行故事 众生 无一 送一 无时 送食 要使对方之人 解答欢喜 但需以真实性 乃能感化人也 三 何为福德 德 是从恶人来 若无对方之人 得从何显 人人皆想得福 但福哪里是一想就来的呢 普通所谓福自天生 实则是福有心造 四 精进在六度中的重要性 因为能于不失耻戒 忍辱禅定等 勇猛精进 则福得圆满 于念佛 参残 持戒 忍辱等 勇猛精进 则智慧圆满 福至圆满 就可射受众生 就能化到众生 而严惩不果 古福得智慧 从六波罗蜜而来 五 上有四设法 可以射受众生 古诗 爱与力行同事 六度四设 为圆满做佛之正音 为什么要学佛 为度众生 为度众生而学佛 欲度众生 虚广行六度四设之法门 作成佛之正音 所共勉之 十一 众生学佛 是为了要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就是人人学佛的目的 一 世人认为 没有衣食住是苦 那么 平常传不一的 有一天 得着了 零裸绸缎 这是乐吗 平常吃 出列饮食的 有一天 得吃三阵海味 这是乐吗 二 所谓离苦者 即离世间苦 因为世间没有快乐可言 得乐者 非指世间之乐 世间的乐 财 色 明 食 睡 无种乐 其实 是地狱之美节 世人往往以此为乐 而佛说是苦 欲出世间 必须追求 必须追求出世的 无上妙道 三 世间人以苦为乐 不知有生老病死等苦 要知一切 要知一切苦 皆从生来 若得无生 诸苦解脱 但学佛之人 若自离世间之苦 世间之苦 得出世间之乐 这不是真正佛图 十二 如何建设人间净土 无碍以下的五个基本条件 第一 第一 不乱杀 第二 不乱取 第三 不乱饮 第四 第四 不乱讲话 第五 不乱饮食 十三 佛陀虽说法是四九年 谈尽三百余会 但如果把所有的法宝 为拿起来 只不过是在说明 善与恶两者的分野 其目的在指导人生 应如何的改恶修善 以完成伟大圆满的人格 十四 上面所讲的五戒 便是令人改恶归善的指南 也就是建设人间净土 唯一的基础 五戒 并不是佛教特有的作风 其实 也就是国家政治法律 所共同努力的五戒 其目标只是一个 不过因立场的不同 而改变方式罢了 十五 世界的不安 社会的温暖 皆因断杀 断取所致 要将建设人间净土 非要从五戒入手不合 一人能实行 则一人得平安 以家能实行 则一家得平安 乃至一村 一镇 一县 一省 一国 能实行 则皆能得平安 全世界各国 皆能奉行五戒 那么 人间净土的实现 也就 只日 可待 十行菩萨 法与甘露 一 是个要学佛的理由 一 我以为 我以为一个人 如果不学佛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离开了父母 没有依靠一样 二 我以为一个人的痛苦 有两方面可以安慰 一种是物质的 一种是精神的 佛经上说的成鲁汉 成菩萨 成佛 乃至升极了世界 这种出示超人的兴望 是永远的快乐 所以 精神上的安慰 比起物质来 实在是 玄格 三 我们做一个人 善恶实在是 没有一定的 做善 做恶的动机 究竟 是什么东西 在 面 主动的呢 详细研究起来 这就要谈到心 研究心理学 最彻底的 莫过于佛学 这也是要学佛的一个理由 我常常这样想 人和畜生 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 老实说 老实说 这就是人有教育 出身没有教育 教育 虽然不是完全归于佛教 但最良善恨的教育 但最良善的教育 莫过于佛教 因为佛教的五简 宗旨 就是教化人民 修善恨恨恨 改邪归正 使官从凡夫到佛果 离开了善法 怎样可以成功呢 所以 学佛第一 就是改变人们的行为 五 我常常这样想 做一个人 从生到死 忙忙碌碌 究竟忙的什么东西 为民吧 民幼带不去 为力吧 力也带不去 就是儿孙满堂 大富大贵 到那时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是两手空空 连着平日 所宝贵的身体 也要归到黄土面去了 我以为 无论贵为天子 或富比王侯 如果庸碌于身 做人 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唯有 学佛修一切善法 断一切恶法 自立理他 自决绝他 能够这样去做人 那才算有兴趣 人生 也才有意义 我又想到人的智慧 真是渺小得很 可但像我们这样愚蠢的人 忽然谈不上 就是多是几个字 能做几篇文章 乃至能够 你看 十方诸佛不但是自己早已超脱 并且 还能够救拔一切终身 这样 我们为什么 无去学佛呢 七 我们平常一般人 能够著作两部书的 以为学问是怎样了不起 听说 到外国去留学 要能出版两本书 才可以得到博士学位 试看 佛陀空口讲白话 又不用先预备文稿 随问随答 在我们中国的大藏经理 已有几千卷 何况 印度的范文 有许多还没翻译过来呢 又何况天上 龙宫的经典 那更是无量无数 佛有这样大的智慧 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 消弥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夜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三十系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至夜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祖法 日期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至九月一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贪心的乌龟 很多年以前在印度的南边有一座池塘 这个池塘的岸边啊 长了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的芦苇草哦 在半个大人那么高的芦苇中住着一对燕子夫妻 他们和这个池塘中的乌龟由于经常见面的缘故 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哇 燕子大哥大嫂 这么早就起床了呀 明年早啊 怎么燕子啊 都是习惯早起的 否则啊 太晚起来的 恐怕就没有早餐可以吃了 是啊 不像乌龟们都很悠闲呢 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也蛮羡慕您的 哪里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您说是不是啊 乌龟和燕子夫妇只要一见面 一定会这么聊上两句话 来了解彼此的生活 有一天 燕子夫妇看到在岸边上晒太阳的乌龟 一副很忧愁的样子 吓了一大跳 就马上飞过去 很关心的问说 乌龟老弟啊 您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忧郁呢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或许我们可以替你想点法子啊 是啊 只要是我们能帮忙的 我们一定尽力帮您的忙 真是雪姐二位的好意了 只是这事儿恐怕有点难办啊 哎呀 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了 您就别见外了 还是快说吧 哎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这几个月来 不知怎么的 连半滴雨水也没下 现在又是一个夏天 池子里的水蒸发得很快 我眼看着池水一天一天的减少 这个池底都露出来了 没有水的日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呢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最近我们燕子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了 我和我老婆才刚刚在讨论想搬家的事呢 这就是我烦恼的地方啊 两位有翅膀可以飞去很遥远的地方 可是乌龟我呢 却只有四只脚可以慢慢地爬呀爬呀 这附近又没有别的水池 只怕我在还没有爬到有水的地方之前 我就已经脱水而死了呢 这 这的确是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呀 嗯 要是我们可以带你飞过去就好了 哎呀 有了 我想到一个方法了 我们可以找一根树枝 我们两个各自咬住一端 让乌龟胸咬住中间 然后 只要我们都不开口说话 不就可以把乌龟胸安全地带到有水的地方了吗 三个人一听 都觉得那是一个行得通的好法子 于是燕子夫妻便找了一根树枝 让乌龟咬着 并再三地告诉乌龟 在到达目的地以前 千万不可以开口 乌龟也拼命地点头答应 于是他们就一计起飞了 第一次飞在空中的乌龟 很失兴奋 不停地左右张望 看着下面一座座 变得好小好小的山 住着那一条细细的 像头发一样的小河 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半空中 当他们嗖嗖地 飞过一个小村庄的上空的时候 突然被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看到了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奇景 就瞪大眼睛 很惊讶地望着天上的乌龟 大声地喊道 乌龟 乌龟 乌龟听到地上孩子们的叫喊声 就低头向下仔细看 发觉竟然有一群小孩子 正幸灾乐祸地对他指指点点 又叫又跳的 乌龟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不由得生起气来 很大声地向下骂 你们这些小毛头给我闭嘴 我这样又关你们什么事 谁知道 当乌龟的嘴一张 突然就从高空中摔了下来 很重地跌在坚硬的石头上 摔得粉身碎骨 非常凄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